Hello 大家好 又是我美聯物議 阿Ken 今天又再和大家介紹 河民田的餘農居 一個三房的單位 事不宜遲 立刻帶大家進去參觀 由中國海外、喬江置業 和東亞銀行共同發展的餘農居 物議坐落於河民田中校街83號 共有兩座 合共334個單位 在1998年入伙 小學校網34 回所設施包括戶外泳池、健身室、 兒童遊戲室等 屋苑是公開大學隔離 而我每次經過這裡 我都會感受到一種讀書的氛圍 交通方面 除了附近有專線小巴 前往旺角、尖沙咀 也有多線巴士來往港狗、新界 還可以選擇步行十多分鐘 去到河民田地鐵站 所以交通是非常方便的 五分鐘的生活圈 附近有街市、商場和各類型的食肆 可以滿足到日常的生活需要 以下的時間 我立即帶大家進去參觀一間 實用面積有7、813呎 三房一套的單位 抱入屋 左手邊是廚房的位置 前面見到一個小鑽石型的客廳 簡約的設計 增加了室內的空間感 我帶大家進去廚房參觀吧 廚房仍然是原用原裝的廚櫃 看一出業主平時保養 所以能夠保持到乾淨企理 而左手邊靠長這張長方形的工作桌 還可以當作小餐桌之用 至多防可以增加收納空間 可以擺放行李行李行李 清潔用品或其他食物 我又有見過有些單位 是將這個士多房 改裝為工人房的 飯廳的位置 可以擺放六人的餐桌 有對流窗 單位向東南 景觀雖然以樓景為主 但仍算開陽 在走廊的左手邊是一個客廁 浴室是採用鳴窗 浴缸設計 如果家裏不太多人住 將睡房改為健身室或書房 都是不錯的選擇 大家可以留意 大家可以留意一下 全屋都是採用了落地玻璃窗 沒有窗台位的 實用之餘還採乾度高 最後我帶大家參觀主人套房 主人房 主人房浴室的設計 和客廁都大同小異 有名窗 有浴缸 有浴缸 看來浸泡泡浴 不是大人的專利 便宜了 主人房左邊位置 做了一個大的入場衣櫃 大床放置在中間 可以三邊下床 床的兩邊放了梳妝桌 和一個矮身櫃 但仍然有足夠的空間走動 如果大家對我剛才介紹的單位有興趣 又或者想了解其他樓盤的資料 歡迎打電話 或者WhatsApp我阿Ken 我的手提電話是9136-3993 多謝大家 下集再見 拜拜